前复多年,孙宏雷终于千呼万唤复出电视界 这次在电视剧《一带枭雄》中,孙宏雷不仅是主演,更是当起了监制 5月13日,剧组也是首次开放了媒体谈判 当天片场的温度直逼30摄氏度 孙宏雷一身休闲装扮,显得十分随意 只见孙宏雷是一会儿在导演旁认真地看着回放研究镜头 一会儿又出去指导演员们拍戏,忙得不亦乐乎 而当问起演员和监制哪个更开心时 孙宏雷的答案更是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今天是跟演员哪个比较开心啊? 还有演员开心 今天是不是晚的时间做去找 我们站着我们站着跟 很容易得操了心嘛 为了赶拍摄进度,孙宏雷更是忙着转场 顾不上媒体的采访来去匆匆 在一代小雄中和孙宏雷有着大量对手戏的是硬汉演员魏子 当天魏子也是一遍一遍的耐着高温反复拍摄同一场戏 面对力求完美的孙宏雷 魏子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评价一下孙宏雷当间这个感觉怎么样吧? 非常好非常感觉 怎么好啊? 看他忙死了,把你们折磨死了 这不算折磨啊 你喜欢被他折磨? 这叫金丢锡客 比方说怎么金丢锡客了 他到满意为止 这哪里多少变了?拉多少条了? 这是三条,这也不算多 最多的几条? 十多条都有 字幕"-有村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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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inent 中央宏雅 20 Diego 20 retrie Your村子 ince发生了 icos